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牛哥说钱,我是牛哥,你们的美股举技术 上周又是跌宕起伏的一周,上周四我清仓了持有十个月的三只股票 另外还清仓了苹果和coin,最后只剩下了英伟达和特斯拉 这是为什么呢?是对目前大盘技术走势的分析,大盘真的要回调了吗? 风险有多大?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上周的市场指数变化 标普500指数,周五,收于5117,收跌0.65 纳斯达克100指数,收于17808,收跌1.15 道琼斯指数,收于38714,收跌0.49 罗素2000指数,V涨,收涨0.40,收于2039 我们再看一下反指 纳斯达克100波动率,VXN的反指,收涨3.44,19.25 标普500波动率指数,VX14.14,收涨0.07 根据我们技术分析得出结论 罗素和标普目前还算正常 本周目前纳指是最弱 跌破21线没有拉回 前两次都迅速拉回了 目前处于震荡和没有趋势的状态 而且根据动能指标显示 上周连续下跌 反指VXN正在叙事 21日线再如果下行 可能会带崩大盘 需要朋友们高度注意风险 但是目前中期趋势还在 如果回调在8%左右 跌到位 还是多头的进场机会 到时候我们还要结合多个指标判断 我们再看一下周边的市场 TNX稍微涨了一点 但是它不会超过前高 所以动能不能持续 仍是一个下降的趋势 我们目前还要持续关注 直到美联储利率会议结束 再看下期趋势 比特币目前是和股市 关联性最大的 截止到我现在录制视频 比特币已回调至21日线 最低到达6480美元 这势必影响下周股市开盘的走势 加大回调的分线 影闲个股 大科技 因为达等表现平平 目前我们是重大盘 轻个股 好 下来我们看一下我的账户 上周合计亏损 9288 累计盈利还于234296 相比上周的最高位 25万5 那这是 跑得慢了 请朋友们看一下 这是每周账户的盈亏图 第一周的 这是第二周 我们再看一下每月的盈利累计 那么三月份我们已经明显有一些下降 接着到目前 总收益率 跑赢大盘 0.26个百分点 那我们再看一下目前的持仓情况 持仓情况 首先是亚马逊 原有持仓是50 上周 出售了50 现在持仓0 累计盈利 6551 罗布原有持仓是50 出售了50 目前持仓0 持仓 盈利 29,041 微软 剩余25 清仓25 累计盈利 81488 扣印剩余50 清仓50 累计盈利 33,413 作为亚马逊 卧布还有微软 清仓的逻辑 就是纳指跌破21日线 达到了原来的出厂指标 再加上本周持续震荡 表现平平 这三个股票 基本上 卖在一个中高位 总体还算可以 没有接受 大幅的回调 扣印呢 一直是 1月份以来 主要利润的提供 一直在高位就已经减仓 最后在253左右 然后将这50股全部清仓 累计盈利33,413 这个成绩还是比较理想的 因为比特币 既受美股走势的影响 又受比特币走势的影响 所以达到250多的价位 我感觉 这一波基本就结束了 所以及时把它止盈 如果将来有机会 我们还可以再进场 英伟达呢 保留50股 中间增加到100股 加了50的仓 但是看整体趋势 还不太稳妥 所以把那50 我就出了 英伟达我们 最初是285买的 持有了10个月 目前的盈利是28230 所以可以允许一定的回调 而且作为龙头来讲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还有没有机会 因为英伟达 是带动芯片股 芯片股带动纳指 所以这里面的因素 是互相影响的 作为它留一个观察窗口 另外再说一下 亏损最多的三只股票 亏损最多的三只股票 就是超微电脑 299股 我一度增加到500股 它下跌的很迅速 我也没有出售 等到周五反弹 我一次性把它出清 然后损失2339 因为它和英伟达同属一个板块 老大老二 所以为了保持我25%以内的仓位 通涨通跌的这两个属性的股 我就把它清仓了 苹果是500股 在反弹初期就全部清仓 挽回一点损失 但是还是亏损2850 特斯拉呢 原有是1300股 本周一度增加到2000股 最后周五收盘 又减掉了500股 剩余1500股 它亏损了8638 特斯拉的建仓逻辑 就是说 它的底部已经初步显现 而且这一部建仓 我并不是从高位掉下来 而是在260几的时候 我就已经把其他的仓位 全部都出清 而且在这一个账户 是没有持有特斯拉和苹果的 一我是感觉苹果的上涨空间 没有那么大 因为它体量也较大 而且这是去年五月份建仓嘛 特斯拉去年一开始建仓 也是几千股 然后我感觉它的波动 上下波动还是比较大 长期持有过来 比较操心 那么我是在另一个账户 做它的短线 所以一直没有持有 事实证明 如果持有到现在 那也是亏损的 躲过了这一次大的下跌 而且在它从205到175这一阶段 短线账户持续是盈利的 因为交易策略就是 它跌的时候就多买 它反弹就出售 跌下来再买 反弹再买 所以等它这一次达到170 175 170左右的时候 符合左侧建仓的标准 然后就进行了建仓 建仓下跌以后再补仓 一度亏损12000 但是中间有一次大的反弹 我及时出清 然后再买入 当时损失的那1万2 全部都回来 然后这一次又下跌到160 下跌到160来说 作为高位套牢的人 很多人可能就失去耐心了 何况这里面还有资金成本 和机会成本 但是作为我的仓位 在177 175左右 现在降到160 我又重新加仓 重新加仓以后 我目前的均价 大概是在168左右 因为我出售了500股 那么累计才亏损8000多吗 如果即使你是跌到151 我再加一点仓上去 那么作为中长线持有来讲 特斯拉还是目前机会最大的 首先它的价格已经接近底部 而且已经出现MACD底背离 利空即将出进 第二 所有大盘回调的这些股当中 只有特斯拉目前跌的基本到位 即使达到151 作为中期持有 长期持有的人来说 差十块八块的 可以不予考虑 如果出现极端走势情况 可能也会随时进行调整 下面我们看一下 这是资产的支撑图 那么现金现在是27.8% 国债呢 短期的是32.6% 20年以上的是16.2% 这个国债的3000多的盈余 已经全部都回撤回去了 股票和ETF一共占23.4% 其实就是特斯拉和英伟达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下一张图 英伟达目前占3.6% 特斯拉占19.9% 但是这1500股里面 有1000股属于机动股 有500股是中期持有 最起码等它开启下一个波段到高点为止 以上从账户分析 我已经说了这些股票的买卖点逻辑 所以说作为大盘现在 没有方向可上可下的时候 尤其是已经持有了10个月 它只要不创新高 那么我们的盈利就不会增长 况且上周还经历了将近5%的回调 所以我就面对风险 我就及时止盈 然后为回调做准备 也为回调之后的加仓做准备 希望各位朋友参考我的仓位 然后根据你的风险喜好 和你的操作周期 做出安排 注意大盘的风险 下周我们各位朋友 要密切关注两件事 首先是日本的负利率即将转向 根据路透社的调查 35%的经济学家 预计日本央行将在周二结束负利率 高于上个月的7% 但仍有63%的经济学家 预计日本央行将在4月再采取行动 下周的美联储利率会议非常重要 目前市场普遍预计 美联储将继续按兵不动 维持利率在5.25%至5.5%不变 开始降息时点可能要到6月或7月 年内累计降息 75个基点 我们看一下美国经济日历 3月20日星期三 下午2点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历历决定 下午2点半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新闻发布会 请大家密切关注周三 这是一个变盘的关键因素 星期四最重要的就是 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上午8点半 好 基本上 主要的情况我们就说到这 今天晚上加个班 另外我推荐我 经常使用的猫猫软件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观看后面的短片 祝您交易愉快 再见 我想和你分享我正在使用的交易APP 猫猫 与其他交易APP不同 它不仅零佣金 交易股票 ETF和期权 没有最低存款要求或账户管理费 而且没有隐藏订阅费用 市面上实时的价值高达每个月142美元的行情功能 在猫猫上0元就可以使用 像LV2行情 机构持仓 可视化财务数据 7乘24小时资讯等等 不管你是刚进入市场 还是有自己成熟的投资方法论 你在猫猫上都可以免费获得专业的分析工具和市场信息 猫猫还支持中文服务 24小时在线的中文客服 此外更关键的是 你的闲置资金在猫猫上可以享受5.1%的年化收益率 快点击下方的链接注册吧 新用户最高可以拿到15只免费股票 或者转仓到猫猫时赚取高达5000美金的现金奖励 更多适应条款和条件 请参看链接详情 好 祝您交易愉快